在2009年只要徵收1000多公頃 那在2013年變成需要徵收3100多公頃 這個航空城計畫已經被過去在外界很多都已經指出 它是一個復濫徵收 過去我們期待的是什麼 是聽證會 也是我們土徵條例修改之後 第一次航空城適用的一個都市計畫案子 4月底到5月1號一直辦了三場聽證會 籌備了一年多 一年多以來辦了聽證 沒有任何的共識跟沒有任何的結果 交通部就要用這樣的所謂聽證的假結果 來送審這個土徵小組了 等於是航空城計畫從2013年 國民黨執政時代通過的計畫到現在 原封不動 自治未改 就要再送審土地徵收小組了 那這樣請問你辦這個聽證有什麼鳥用 有什麼屁用 先送這個土徵的審查 再來送這個都市計畫的審查 可是內政部對於第十二次會議其實有一個修正意見 他們希望在聽證會辦完之後 如果因為你修正的區段徵收範圍 因為聽證辦完了可能涉及到區地機關需要調整 修正區段徵收範圍 接著就會影響到土地的這個使用的計畫 包括道路啊怎麼畫的問題 那他們建議是先辦理這個都市計畫檢討的實施 這是內政部建議的 所以我把內政部的建議簡稱為先都市的檢討 再送這個土徵的審查 可是呢第十三次的時候 第十三次的這個會議 他說還是維持第十二次的會議 就是還是先送土地徵收的審查 再送這個都市的審議 不過行政院專案小組還是有一個彈書 他說但是如果辦完聽證之後 都市計畫調整的範圍內容過大 所以導致有執行的困難的話 應該另外再提專案小組來做討論 意思是什麼 就是辦完聽證之後 不能隨隨便便就送土地徵收小組 還是要會回來檢視你聽證的意見 有沒有要修正你的都市計畫的這個內容 如果修正過大的話 要提到行政院的這個專案小組 來做專案的討論 可是我們交通部 我們交通部 漠視內政部的意見 漠視這個專案小組的意見 辦完聽證之後 竟然以這個聽證沒有共識 沒有什麼樣的結論的結果 就要用這個聽證做護身符 來送到土地徵收小組了 所以我們說我們交通部是在這邊 混水摸魚 整個徵收案件 就是把我們紅主理當成 所謂的那個跑道居民的安置借國 當地的居民是要叫他們牽走 然後也沒有說我們要牽到哪裡 然後後來聽證的時候我們是有問他 職務官員說我們要牽到哪裡 然後到最後他才說要到南港客戶園區 南港客戶園區是在大園那個地方 那我們當初想說你既然那邊可以安置人 那你跑到居民就可以直接安置那邊 那我們那邊就不用再徵收了 而且我們紅主理那個附近還有一個海經濟地 他現在已經沒有在用了 他現在航空城計畫把它劃成商業區 我想說你那麼大的一塊地 你把它拿來做安置接國也可以 安置住宅也可以都可以 你為什麼那個地把它劃成商業區 你商業區劃了四五百公尺 那個要給誰用 是給財團用嗎 所以說犧牲百姓的權利 然後你去存權那個財團的 那個徒利去徒利財團是不是很不應該 所以我們是說希望他聽證辦完了以後 給我們一個縮小範圍的一個答案 內政部他11月初公布的 內政部舉行聽證作業要點 跟航空城聽證的程序設計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喔 內政部的聽證要點 他的虛地機關是不可以舉辦聽證的機關的 可是桃園航空城是誰舉辦聽證 是交通部耶 再接下來去看 就是可不可以終止聽證這一點 為什麼終止聽證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航空城議題 其實有非常專業的東西 你可以申請終止聽證 調查釐清文書證據或個案事實 這才是聽證的目的啊 在內政部舉行的聽證作業要點裡面 他的第24點有提到說 就以達成共識之觀點 即以釐清的爭點或爭議 整理 試證 整理呈現 並就為達成共識之觀點 與未釐清的爭議或試證 其原因是由挪列 提出總結 等於說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聽證的主辦機關 他必須做一個中立的角色 把各方 我們在這個聽證現場 哪些達成共識 哪些沒有 達成共識的證據原因是什麼 沒有達成共識的證據 證據跟原因是什麼講出來 可是桃園航空城完全沒有 他就只是把記錄整理出來 整理出來之後 如果大家去看 航空城的聽證會議記錄的話 交通部甚至在會議結束之後 自己再加了他自己的意見 請問一下這樣真的公平嗎 這樣完全不公平 從整個看起來就是 如果因應內政部舉行聽證要點來看 航空城聽證完全就是不及格 計畫有沒有修正 有沒有縮小範圍 我們會配合這些審議的結果 來做必要的修正 聽證是交付我們依據 土徵條例來辦的結果 那當然所有的意見 最終按照土徵條例的規定 就會送到土徵小圖裡面 去做他們審議的參考 這個是你們先照這個聽證的結論 來做修正計畫才對啊 內政部最近頒的作業要點 就是這樣啊 你的聽證內容 有做任何的結果嗎 有做你們任何的參考嗎 你們都沒有理系正義一點 你辦這個聽證有屁用啊 是你覺得沒有 我想這我們把所有的記錄 所有的民眾的意見都逐字的把它表達 反應出來 跟說明會有什麼差別 就是所有的意見都承諾在上面 沒有整理有什麼有控制 哪裡有爭議 這是哪叫聽證會 這是說明會嘛 我想我們聽證會的主辦 在一開始就已經說明得很清楚 我們交付主辦的聽證的結果 會送到土徵的審議機關 內政部這邊給他們做審議的參考 我們已經說了 我們看到行政院已經有 專案小組已經說了 要做這個都市計畫的檢討 如果你擬修正的範圍 請問我們交通部 現在有擬修正的區段 這時候範圍嗎 我想這些 這些如果審議過程 涉及到都市計畫修正的話 在程序裡面必須要辦的 後續都會去辦 我不是說審議過程 我說你來審議之前 我們要先檢討 我們要先檢討 江蘿部 換水模擬 計畫不修送土徵 新政班了沒必要 江蘿部 換水模擬 散出展不要走 江蘿部 換水模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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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不修送土徵 江蘿部 不修送土徵 以交通部這種 繼續蠻幹的狀況底下 未來十一十二月 我可以看到 航空城的抗生 會繼續繼續的延燒 會有更多的居民跳出來 在這個土地徵收的 這個審議的程序裡面 來控訴不管是新政府 還是舊政府 tort intellig 都 到 精他 一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